诸佛儿正法中中尊,直至菩提五归义,我已所行四等善,为力终生愿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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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介绍的话呢,我们上个礼拜应该是在这边了,我们上次已经很明确的跟大家讲了说, 那所谓的是不是这个四元,跟有没有作为或者的四元呢?它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吗? 因为这边所谓的是不是它的四元来讲的话呢?就跟我们以前在学,或者有看过色类学的话呢?就知道吗? 这所元源的话呢?一定是它的所元到的,或至少它有显现出来的这个东西呢?它才可以算是一个所元源吗? 但更不用说,如果说第二行业来讲的话,如果它是分别性的来讲的话呢?它根本是没有所谓的所元源吗? 这我们已经在色类学不是讲过了吗?就是在分别性上面都没有所元源的话呢? 因为这个第二行业是一个分别性的话,这个分别性来讲的话,它又有何处会来到这个所谓的所元源吗? 所以我们这边一般来讲是说什么?就是它说,作为或者说它成立为某个所元源来讲的话呢? 跟它所说的是不是这个后者的所元源来讲的话,它就有一个差别。这个差别还是还蛮大的那样子。 所以呢,那我们上次就请大家去说,那我们应该要去做一些探讨的话,或者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们所谓的一者的所谓的像所元源是什么意思啊?或者那我说应该我们说因源,所元源,真上源,都不共真上源,根治所谓的无间源来讲的话呢? 如果是跟不是来讲的话呢?这我们应该就以前在色类学,或者如果说在别的课里面,在色类学的课,在我们大英国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不管以前有没有听过,如果有听过的话呢?就是要把以前色类学所说的,要把它翻出来用。 但如果还没听过的话,那我们这个思维将要会讲到的,就是在色类学,在大英国的部分来讲的话呢? 我们会讲到说,因源,所元源,真上源,跟等无间源,这些差别是什么? 看这些标准都是按照它的定义,我们去思维的话呢?我们应该就可以很清楚的去了解。 可是这边我们主要是说,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不是上个礼拜说了吗?福斯大师在这个最后面,他做了一个算一个总结吗? 他做的总结来讲的话是,应该我们说在这边在,就是309页的第二大段吗? 他说,就是心事对心事来讲的话呢?是,是,是原句,全句吗? 而如果是由心事对设法来讲的话呢?他只做了一个,就是真上源一个。那如果是设法,作为心事的源的时候呢?他可以做为什么?他可以做为所元源,跟真上源二者。 而如果是设法还是设法呢?他就能做为因源,跟真上源二者。所以他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总结吗?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也跟大家已经介绍了,就是说,当然这里面,十二元起里面,前前,因为我们是以第一到第十二支,前前之,作为后后之的源来讲的话呢?那到底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会变化的话? 因为这十二元起里面的话,它没有一个,我们所谓一个不相应情法吗?它没有涵盖到一个不相应情法。或者,如果假设是有的话呢?就是只有在第十的,我们所谓的,呃,有的业,它这边有没有涵盖它的这种业的习气种子?这是我们要去探讨的,或者去思维的样子吗? 可是总之在,在表面上来讲的话呢?它最多就只在说,设法跟心法这两个的,的一个比较来当中的话呢?那我们就只能会有四个座号吗?就是,心事对心事去作为源的时候,设法对心事作为源的时候,心法对设法作为源的时候,跟设法跟设法作为源这个时候吗? 所以我们如果,呃,呃,大家请记得就是,因为这边就跟翻译的时候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所以呃,呃,大家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来自己去做会比较容易的话呢? 呃,呃,呃,我们不是说是不是这个源的,而是说它作为这个源的时候那样子,它有这种这种状况那样子。呃,呃,所以我们就请大家去思维一下的话呢? 那同样,呃,呃,我们这边,呃,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这边,呃,呃,会探讨一个问题的时候,是什么是在,我们也会引用福生大师他另外一本的解释。 对不起。 好,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什么?就是在福生他自己的解释里面呢?这是什么是福生大师,他在他的阿比达摩集论的,我们有一个叫,呃,算是说问难事,或者一个难事那样子,或者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呃,呃,因为我以前看到,我是看贝业经,他现在都是出书本的,可是以前我在看,我们在学习,就是十二元起的时候,都还是只有贝业经,所以,呃,我的业书是什么的话?我的业书是,呃,冬顶的版本,它的,呃,呃,第28页的,呃,背面,就是有前,呃,它是因为它是一个贝业经,它的前,前页跟背,后页吗? 看我是在后页的第六号,大家如果想要看,因为,呃,就是,呃,众使我们大家这边,呃,如果没有人,或者没有人需要的时候贝业书,我说我为什么,呃,每次都会想要说跟大家,就是,众使跟报一个业书来讲的话呢? 呃,这是以前我记得,呃,呃,我去跟第100试,刚刚赤巴去翻译的时候跟,呃,给他上课,我说那他还在试的时候,我们有常去跟他上课,他常常跟我们提醒这个,他说不管是以后,呃,呃,教书,或者写作,或者说翻译来讲的话呢? 一定要写自己的名字,或者一定要报出这个业书,这为什么呢?这不是说,呃,为了自己要好像说要变得有名啊,或者自己要,呃,就是,呃,立名于世的那种感觉,而是说什么呢?是,呃,这个是我负责的,我们看到的,我们是有根据的, 呃,哪一人是找得到,而不是那种草率的说,好像有这样子,或者,呃,某某人翻译,可是最后就找得到了,所以你看我们在为什么,西藏的,呃,祖师大德的,呃,不管他的著作,或者他的,呃,翻译著作,他最后都会写说,呃,某某人是在哪个地方,呃,在什么时候,呃,在什么情况下,他有时候有些是谁弹笔,呃,等等,或者这样子,我爱这样,他之后翻译是说,呃,呃, 呃,嗯,呃,我们大家一起的,呃,去请问他,但只有,还有一个人在说在意,对,还有在病狗,等等,会有这样子的过程的话, 呃,我记得,就是像你们说,呃,我们那时候的,就是干limited ruins ropes他还在世的时候,就是第100一次的M2 welANAans 是的但是说,还有,就是特别的跟我讲说,以后,就是不管,说交数也好,或者翻译也好,或者等等引用君ide goals呢,那尽量, 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没办法,可是如果只要可以引用的耶稣章节的时候,或者说自己的翻译,或者自己的著作什么的话,一定要写说时间地点,跟谁写的这样子,不是好像我们那种草率地去写下去,所以我为什么每一次都一定会跟大家报上这个耶稣的目的是这样子,就是代表说,纵使我们中文到目前还没有翻译, 可是以后,假设有一天翻译出福生大师的全集,或者说我们有看到有因缘,有看上文的话,他们想要去找,或者想要去翻的话,这些都是可以有这个资源去找到的,那总之是什么呢,就是在刚刚东顶他们以前印的福生大师的全集里面,这一个备业金函里面是有分什么的话,它前半段或者四分之三的, 是有关福生大师有关据舍论的解释,最后面的大概四分之一来讲的话,是福生大师对阿里达摩集论的,就是一些难题的一个注释这样子, 好,我再说一遍,就是在这边的第28页的背面的第六行呢,它说来讲的话呢,我把这一段分享给大家,然后我们再去探讨,它说,如果我们去摄取或者总摄这些资深来讲的话呢,那以心事对后者的心事来讲的话呢,可以作为资源, 这个心事能对物质呢,它没有说设法,就是我们所谓的物质,就是我一般来讲,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学设类学来讲的话,我们所谓的物质跟设法来讲,一般是讲的同意嘛,可是有一些派别来讲的话,会说, 这个不是同意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佛地是有设法,佛地没有物质嘛,为什么物质的话,它是什么?它是围成的种设,或者围成合而有来讲的,可是以经部中来讲的话,这种说法,或者我们以上的说法来讲的话呢,一般来说的就是设法跟物质是一样,可是有些人会说,设法跟物质是有差距的,因为设法的话呢,可以存在,可是在佛地上,或者在净土上, 等等的呢,设法是可以存在的,物质不一定存在,因为物质没有那种粗分的围成,没有那种围成而有的,可是总之, 他说,那可是佛地说什么呢?就是,如果是以心事作为后者心事的源来讲的话呢,是四源皆做那样子,而是如果是以心事作为物质的源的话呢,它作为二源,有作为两个源。 所以呢,它在这边来,后面就是一模一样的,可是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呢,这就好像跟我们在这边的显明佛母一支灯,就有不一样了嘛,我们在显明佛母一支灯,不是就是说,当心事作为设法的源的时候呢,那它只能作为,只有唯一,就是真上源呢? 可是在这边来讲的话呢,佛地说,那以心事作为设法的源的时候呢,它可以作为两源那样子。 如果是两源的话呢,那我说这个是同一个作者嘛,这是同一个佛生大师的同一个著作,但我说,同一个佛生大师,他应该不会这么大的一个班子,这么大的一个学者,他应该不会对这么粗分的东西有所错乱吗?那样子。而那要是怎样解释,或者怎样去说呢?那样子。 好,这是以前,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对老师的提一个问题,和在这边来讲的那样子。 可是我们今天就慢慢开始解释说,或者介绍说,那个到底所谓的作为事源是什么意思,这样子。 这个主要是,我看了一些解释,他自己整理出一个,一种自己的想法。 可是大家可以看说,大家如果觉得有不妥的,或者不对的话,那没关系,也不一定要承许。 可是这是,我看了很多的经书,他也想了许久吧,这是应该算,想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话,也不断地反复思维,不断地反复地去,不断地反复地思维,不断地反复辩论的时候呢。 他出来的一些的,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好,我闻到这个时候,那时候是这样的,想说,那以第三,那我们想说,作为或者成为,成为原的这个单元,成理为原的这个单元来讲的时候呢。 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呢,是后者的原,跟作为后者的原的话,应该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分,或者我们要去区分这样子,而不是同样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依着,这边来讲的话呢,我们以前看的是什么? 我看了一个近代的,不算非常有远的,有一个祖师大德,我们叫,它是共唐人不切的转世,它是在共唐人不切的转世里面呢。 他也有一个,他里面写了一个。它本身叫,它是共唐人不切的转世,就是共唐人不切的转世里面,就是共唐人不切的转世里面。 就是,因为我们比较有名的,就是我们常常会的,是共唐人不切的人。 或者我们说古汤教界,最近我也常常看到有些人在沙拉斯说什么,古汤人物确他有一些耳熟能详的教界,比如他说未遇政法二十年,遇到政法后想修想修二十年,可惜可惜又二十年, 最后人生一场空的,这个教界就是古汤人物确,古汤人物确本身叫古汤人物确,叫法剧,叫法剧的意思来讲,是他的一个教界,看他之后的一个转世,我们还是叫古汤人物确,他叫罗杰雅兽,就是智慧大航的意思。 智慧大海的时候,他有做了一本解释,有一本做一个解释是说对金曼论,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他有做一本解释是对施子神贤大师的明显议论,跟宗大师的金曼论的一些的恶药的地方去做一个解释。 看,我是看了,我主要看了他的这个解释呢,再加上自己的一些的想法,再去我们慢慢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那个时候呢, 是在古汤人物确,是在古汤智慧大海的这个明显议论事,第311页来讲的话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前者,我们先第一个是做什么的话呢? 先知说,作为真上元的标准。那作为真上元的标准,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前者是后者的主要的元,或者主要的推动力来讲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说他是作为真上元。 所以呢,凡是任何一则的话呢,都有做到后者的真上元嘛,因为他有主要的在推使后者生起来的,他是主要作为后者生起的元的缘故嘛。 因为凡是阴的话,一定是元嘛,凡是阴,一定是阴,这两者是同意的。这种要是说什么的话呢? 所以说,如果前者,前者的门呢,正作为后者的主要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元呢?那我们就可以说他是作为后者的真上元了。 所以,你看,所以不管是在哪个地方,我们说新色对色法,色法对新法,新法对色法,色法对色法来讲的话呢,他们不可缺少的是什么?是真上元吗? 所以他有真上元。或者人家就会说,那怎么可能会,如果按照设备群以前的想法的话,说那怎么会有个真上元? 所以,真上元来讲的话呢,如果是一个,不管是供的真上元也好,不供的真上元也好,那不是一定要都是所谓的色根吗?或者说,那根吗? 一个根就是,眼耳鼻舌生意,这六根其中一个吗? 所以嘛,这边所谓的,是否是真上元,跟是否有作为真上元呢?这两者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边所谓的,或者前者的元,是否有作为后者的元的,作为他的真上元的意思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他是否有作为主要后者的元,只会生起来的这个元来讲的话呢? 这就叫做所谓的,他已经作为真上元,而不代表说他就一定是真上元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吧?应该可以这样讲,我们说,那如果是真上元的话呢?是后者元起的真上元的话呢?一定有作为后者的真上元。 可是,如果有作为后者的真上元来讲的话呢?不一定就是他的真上元,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所谓的三句型。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的标准,而第二个标准是什么呢?是作为所元元,就像我们上个礼拜也跟大家讲的一样,就是作为他的所元元跟是否是他的所元元,应该又有一个差别吗? 对不对?因为我们会说,瓶子是只取瓶子的掩饰的所元元,我们不能完全的因这个名字而就了解其意,可是大致上已经可以了解了,就是说他是透由圆着这个起源而生起, 而生起后者这个火来成,他是说所元的元吗?这样子。 所以这不能说骗啦,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别的因素在里面,可是这个是,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大致上可以知道他的主要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我对我的所元元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所元这个缘故而他生起来嘛,这样子。 好,所以我们应该说,是所元元跟作为所元元呢,自己又有一些的差别了。 那是什么呢?那是什么呢?那我们可以讲说,那是否是所元元来讲的话呢,这就是我们可以按照设备学的他的标准去讲的嘛。就像我们说了,如果是以根线前式来讲的话呢,那他一定会有三元接据嘛。如果是以一线前来讲的话呢,那有什么?有两元的,也有三元的嘛。这样子。 就是,这有两者都有可能的。而如果是分别性的话呢,那就只有二元嘛。这是我们以前在设备学,都有略略跟大家提到嘛。大家如果还记得吗?那样子。就是,呃,我们不是以前都有跟大家讲到这些,呃,这些的概念。 你看,以后,如果还没有学到设备学的话,这以后我们也,呃,这样要就要提到了。所以,呃,这不用担心这样子。那我们说,我们还会在,在不断不断的在,在教下去,和,呃,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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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这个。但是如果有学过这个的话,会知道这些名词来讲的话呢,这边就一定要记起来。就是说,这是什么的话,就是我们不是以前有讲的吗?就是,以根线前式来讲的话,他一定符合三元。以一线前式来讲的话呢,他有所谓的, 真正特别有符合两元,也有符合三元的状况。而,如果是分别性来讲的话呢,那就仅仅只有二元。 所以呢,那我们所说的,那作为,所远远的是什么的话呢, 他说,所以我们那时候,这个是我作为的一个,对普汤荣不切的,他的这种的很多的东西,一个总结来讲,我那时候写说,不管前者的缘起是否是新世,还是不是新世, 但后者的这个缘起呢,一定是新世,和前者这个缘起呢,使了这个后者的是新世的缘起,可以去缘着自己的所缘的话呢?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能作为或者作为后者的所缘缘的字,但不一定就是后者的所缘缘,我再讲一遍,我刚刚讲的这个说法, 就是说,假设性来讲的话呢,前者,就我们刚刚,我用一些例子来好了,我说前者就是说,前者是无名嘛,后者是第二行业, 那前者的无名来讲的话呢,这个第一只,前面这一只,不管他是新世也好,或者不是新世也好, 就是这个前者的这个缘起呢,不管他是新世也好,不是新世也好呢,可是如果前者的缘起要作为后者的缘起的所缘缘来讲的话呢, 后者的这个缘起一定是新世的,这是第一个条件,后者这个缘起的一定是新世, 而再加于什么呢,就是前者的这个缘起呢,使了这个后者的缘起,可以去圆着自己的这种境,或者圆着自己的这个所缘来讲的缘故呢, 就我们讲说,前者的缘起是可以作为后者的缘起的所缘缘的,所以嘛,我们就要以这个无名跟行业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 第一无名,处无名呢,它是可以作为第二行业的所缘缘,第一无名,处无名呢,它不是第二行业的所缘缘,它不是第二行业的所缘缘,为什么呢? 因为第二行业都没有在缘着这个处无名的,如果处无名是第二行业的所缘缘的话呢,那这个第二行业它一定要缘着, 第一处无名吗?这个第二行业没有在缘着第一处无名啊,可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第一处无名可以作为第二行业的所缘缘呢? 就像我们刚刚讲什么,前者这个无名,不管它是新式也好,不是新式也好,第二个,它后面这个缘起第二行业呢?是不是新式?是吗?对不对?我们已经是了吗? 因为这个初无名的缘故,它使了第二行业去缘着自己的所缘缘,或者缘着自己的这个所缘的缘故呢? 所以我们可以说,初无名是有作为第二行业的所缘缘缘吗? 就像我们什么?我们是因为初无名的缘故,而使了第二行业,比如说第二行业是什么?是一个杀业。 杀业去缘着他要杀这个杀业的这个对象吗?杀业去缘着杀业,而去有这种前行,而去正杀,杀完之后他死了,我了解这个缘缘的杀业的时候呢? 在那个时候而杀业完之后,可是他有这个杀业,可是他所缘是什么?杀业嘛,对不对? 所以,是因为这个初无名的缘故,或者这个初无名的力量使了第二行业去缘着他自己的所缘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二行业,对不起,初无名是可以作为第二行业的所缘缘。 所以这应该又是,我们又可以说什么?我们又说这又是所谓的一个三句型了吗?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后者的所缘缘的话呢?应该一定有作为后者的所缘缘。 如果有作为后者的所缘缘来讲的话呢?那不一定就是后者的所缘缘。我再讲一遍,就是为什么它是三句型呢? 因为如果前者的缘缘是后者的所缘缘的话呢?那前者的缘缘一定是作为后者的缘缘的所缘缘。 那如果前者的缘缘有作为后者的缘缘的所缘缘的话呢?不代表前者的缘缘就是后者的缘缘的所缘缘。所以这应该又是一个所谓的三句型的方式。 这几个后者的缘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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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 圆是第二个 因缘是第三个来讲的话 这三个都是同意的 是一样的话 可是为什么会说 某一些的 缘起就没有 作为后者的缘起的 因缘呢 那不会有一个很大的例外 前者的缘起应该都是 作为后者的因缘 因为前者的缘起 一定是作为后者的缘起的 缘的缘故 或者前者的缘起 有作为后者的因缘故 来讲的话呢 那我们这边要说什么 我们说这个这样子的论识 或者这样子的逻辑来讲的话 是不骗的 重使 重使 因 缘 因缘 三者他们是同意的呢 可是我们说 作为后者的因 作为后者的缘 跟作为后者的因缘来讲的话呢 还是有一个差点的 还是有一个差点的 好 好 好 嗯 嗯 再来就我说 我们说 呃我们是 呃 我们是依着 哪一本 这不是我们 自己编的 这是依着哪一本 这是依着 呃 他说 我们那就是写什么 我说 呃 呃 那 在 呃 于学势力论 呃 跟阿比达摩吉论来讲的话呢 这边是有个差距 就是 呃 尼学势力论 对 呃 因缘的标准 跟 呃 阿比达摩吉论呢 虽然同样是 无浏菩萨写的 可是他以契路的角度是不一样 或者他所说的角度是不一样呢 所以他会有一个差距 这边来讲呢 说 尼学势力论的时候呢 他所说的因缘 他所说的这个因缘是什么呢 在我们呃 分出 四缘的时候 这个 这个因缘的意思 或者我们讲说 圣意缘的意思呢 是什么呢 他是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是说 作为禁取因 那样子 是作为禁取因 而 阿比达摩吉论这个地方呢 他在讲说 四缘的时候呢 他所谓的就是所谓的 明言上面 或者就是 因缘 就是一个因 或者一个缘的时候呢 我们属于因缘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讲说 他是因缘 所以呢 因为就有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尼学势力论 跟阿比达摩吉论的时候的说法呢 就有点不一样了 虽然都是无浏菩萨去讲的时候呢 可是他在尼学势力论的时候呢 他所说 是否是因缘 或者是否作为因缘来讲的话呢 他是做什么 他是做为什么 他是作为一个禁取因的标准来讲的吗 他是以一个禁取因的标准来讲的吗 而 在 阿比达摩吉论的时候呢 他的标准是什么 而就是只要有没有作为因缘 有没有作为他的一个因缘 有个作为此因缘来讲的话呢 他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就要问 那我们后面就要问说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不是刚刚好就符合到了 我们说福生大师刚刚 我刚刚一开始我们引用的那个 阿比达摩吉论事来讲吗 他讲了说 当我们用心事对物质作为元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做二人吗 所以刚刚好啊 这就符合了嘛 他可以作为什么 他也可以作为他的因缘 也可以作为他的真上缘 为什么呢 因为以阿比达摩来讲的话呢 有没有作为因缘的话呢 就是是不是他的缘吗 有没有作为他一个缘 因为他的能力生的 可是那为什么我们在 那我们在 写明佛母一支灯的时候呢 就没有呢 因为写明佛母一支灯 这边来讲的话呢 他主要是依着 随于邪行的 随于邪行的思绪师的说法 他这边也是主要是跟随着 就是吴卓菩萨的 吴卓菩萨对不起 主要跟随吴卓菩萨的 这种《余邪四地论》里面讲的吗 所以这边来讲的 所说的 依着《余邪四地论》的这个标准 或者他的讲究说 有没有作为因缘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是不是后者的 是不是后者的禁取因嘛 所以呢我们说 你们就一定说了嘛 因为为什么我们所说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后者 就是心事 他是不可能 作为设法的禁取因嘛 他是不可能作为他的一个禁取因啊 所以呢 他就不可能 符合到了后面的 他不可能符合到什么 他不可能 符合他的一个因缘 他不可能 作为他的因缘嘛 对吧 我说 你看嘛 我说 如果心事是作为设法 他为什么没有说 作为他的因缘呢 因为他不可能 我们心事是不可能 作为设法的一个禁取因嘛 所以 就不能符合因缘 同样 设法 能不能作为心事的禁取因呢 不可能嘛 所以呢 设法 是不会作为心法的禁取因 他没有作为他的因缘嘛 他只作为他的所源源 跟真上源嘛 就是 设法 只有作为 后者的心事的 所源源 跟真上源 他没有说 他没有说作为他的因缘嘛 为什么没有作为因缘呢 因为在这边来讲说 有没有作为因缘的时候 就是 前者 能不能作为后者的禁取因 而 那 心事 对心事 跟设法 对设法的时候呢 前者 能不能作为后者的 这种的禁取因呢 都可以嘛 对不对 就像我们 我们不是一直 我们常常 就是 法真论心 在他的次量论里面 讲到说 就是 若非心事的话 如果不是心事呢 他是不可能 生起 后者心事的蓄油 这样子 因此呢 如果不是心事的话呢 他是不可能 作为心事的禁取因嘛 这我们在 法车论词的 次量的内容里面 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 所以呢 这边的意思就符合到了吗 我们所以一直在讲说 哦他为什么 他是那个因缘 可是不一定是作为他的因缘 所以呢 这个反而又是 我们要搞过来讲 或者我们要讲说什么 那我们来说呢 如果是后者的因缘的话呢 不一定有作为后者的因缘 如果有作为后者的因缘呢 反而一定是后者的因缘 我再讲一遍 就是前者的缘起 如果是后者的 是后者的缘起的因缘来讲的话呢 那前者的缘起 不一定就作为后者的缘起的因缘 可是如果前者的缘起 有作为后者的缘起的因缘的话呢 那前者的缘起 一定就是后者的缘起的因缘了 那我们现在要问以等无间缘来讲的话呢 那等无间缘的这个意思来讲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等无间缘的意思是说 按照我们我们这边主要是 依着什么什么的根据 或者什么来源来说 等无间缘的标准是什么 或作为等无间缘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这个心事当中 是没有任何他者的介入 而能使 而自己的前刹那的 或者前一秒的这个心事呢 能使自己身体为心的本质的这个人呢 这一者的这个能生或者这个因呢 那我们就说他是所谓的他的无间缘 或者也有作为他的等无间缘 所以你看我们在 用无间缘上面来讲的话呢 我们只有在哪里 就是只有在心事对心事的这种状况 才会有个等无间缘吗 为什么呢 就是我刚刚引用了 我刚刚引用了法生认识的 这一句事量论的话呢 就是说 如果不是一个心事或者心事的这个蓄流来讲的东西呢 还是不可能使后者 或者不可能作为后 生起后者心事的这个进取原因 或者他主要让他生起来的 这是不可能有这种状况吗 所以嘛 所以呢 就我刚刚讲的一样 那后者这个缘体能生为心事的这个本质 能使他生起来变成为一个心事的这个主要的缘的话呢 这就是什么 就是前者的这叫我们所谓的等无间缘 所以呢 这应该是不管说我们说 是作为某一个人 应该说作为后者的缘体的等无间缘也好 或者是后者的等无间缘也好 那这应该就是一样的 这是没有差别的 可是呢 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这主要我们要想到说 这个是什么 和这个是我以前做了一个总结 和希望说可以对大家有一些的帮助 和我们再把这个结合 到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吗 那我们说 若以心事对心事来讲的话呢 它是不是四元皆具备都可以有了吗 对不对 都可以 就是无名 第一处无名 对第二行业来讲的话呢 它是不是可以说 它的四元皆皆做到了有吗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我们说 它有没有作为因缘 有作为因缘吗 可以吗 它是能生它主要的一个进取因 或者主要的它的吹动力 那它有没有作为所缘缘 有吗 因为它死了第二行业去圆着它的所缘 那它有没有作为所缘的真上员 有吗 它主要的生起它的主要的恶意 那有没有主要的作为等无间人 也有吗 它是使后者身为心事的主要的成分 或者主要的人生 这四人都符合了吗 那以心事作为设法的话呢 它是不是只有作为 只能作为一个真上员 为什么 因为它就只能说 它只能让它作 主要使它生起来 作为它生起来这个缘 它也没有办法生起来的为 这无间缘 为什么 因为这个后者设法不是心事 因为这个后法不是心事缘 它也不会有一个所缘 它也不会有一个无间缘 所以这两个我们就可以排掉 完全不会有 但也不会作为它的因缘 因为心事是不可能作为后者的主要的进取因 那再想过来我们说 那色法可以作为心法的几个缘呢 那不是可以作为说 它可以作为它的所缘 可以作为它真上员 那可以作为真上员吗 因为它就主要生起它的其中的一个缘 那这个是真上员就符合了 那能不能作为它所缘缘 可以啊 因为这个色法 你就可以是这个心法的所缘就是了 所缘而生起的缘故都可以的 所以呢 心法是可以作为 可是它不可能作为它这个无间缘 对不对 因为这个色法是不可能 作为主要使这个心法 生起为心的本质的这个缘吗 它也不是因缘吗 因为色法不是这个心法的进取因嘛 也没有作为 所以作为因缘 跟作为等无间缘 这两个就不分了 而色法对色法来讲的话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嘛 色法它自己本身不是心事 因为它不是心事呢 它就没有一个所缘嘛 所以就不用谈到所缘缘呢 第二 它也不是 它不是心事的本质 它也生不起一个心事的本质 所以它也不会有个等无间缘 所以呢 那我们做色法 作为色法的缘的时候呢 它只能符合了 其中的两个缘 就是它只能作为因缘 也能作为正常人正样者 好 那我希望这样子大家 对于有这样子说 是不是试源 跟作为试源的话 这样子有一个 比较清楚的一个了解 那样子 好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想说那我们就 继续再讲下去一点点 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那我们现在已经准备要讲到了 我们是把十二缘起里面的 前面的三个课判算讲完了 就是 因为大家有可能还是会搞混的话 我再跟大家再重复一遍的话 那我们说 在讲十二缘起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课判是什么 我们在讲的是说 在讲物品上面的十二缘起的话呢 我们不是可以分为八吗 对不对 没有分为分类 总色 成立为原 而 各别的作业 几十人圆满 同帝的建立 如何去修 所修的利益吗 这八个嘛 对不对 但这个八个来讲呢 又是从哪里生出来呢 它是从 宣说 染物品上的缘起 但这个染物品上面的缘起呢 它当然会有什么呢 它会跟它同意是一个所谓的亲近品上面的缘起吗 但这两个缘起是什么呢 就是讲说 我们讲说 说出其经文的意思呢 看这个来讲的话 什么呢 就是还有一个嘛 我们就说 就是能引出 或者所引出的 要能引出的这种所谓的 佛经嘛 就是所谓 道干经也好 吉祥经也好 或者戒经里面来讲的话也好 或者缘起经里面来讲 都会讲到这个十二缘起吗 我们是引用的这几句话来讲 它 这个来讲的话呢 是什么 就是在讲说 战时 就是 转战的 战时的 去比一比 寻说 缘起 它那边来讲的话 又是什么 一般 说出总相的缘起 它这两个 又是从哪里呢 就是 此时对 缘起的决定吗 就是我们最 最起头的这个科派吗 就是 对缘起的决定 而去缩小 所以呢 我们现在是 所以我们应该想说 分下去的时候 就像我以前 我们第一堂课在学缘起的时候 就是 跟大家的 一个期许 或者一个共典 就是说什么 就是 这一句也是 以前在 近代的一个 组织大德的 在 西藏的 就是 罗瑟连的一个很大学者 我们叫 狼人巴大师 那样子 狼人巴大师 他有说什么 他说我们看金字的时候呢 我们要什么呢 当我们放的时候呢 我们要放的时候呢 我们要放的就可以 它可以往然后 无让无边 像大一样这样 这样放下去一样 它可以放得下去 可是我们要收的时候呢 也要可以好像 就是 抓着一把 可以一起踢起来的 所以收的时候 也要知道什么收 可是要放的时候 也放得下去 这才是真正的去 有在思维 经文的内涵 或者有对经文的一个串息 就是 我们要放的话也可以放 收也可以收 在内心的这样上面去思维的话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 有在去对 这种经文的 一种纹丝的一个过程 那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讲 主要是什么 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说 在讲说 那我们在 宣说染污屏上面的 元起来讲的时候呢 我们有分为八嘛 那我们是已经把 前面的三个元起 绿绿的去跟大家 简单的介绍 就是我们怎么 就是染污屏上面的 十二元起的分类 染污屏上面 十二元起的总色 跟染污屏上面的元起的 它的如何成立为 或者作为元吗 那我们现在要讲说 是个别个别的作用 或者个别个别的作业 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边来讲 他说 因为这个地方来讲 他一般是比较简单的 和也没什么辩论 和我想说 我们就会念下去 这些东西 他说 那第一项 是说各自的作业有二 既相似作业与 不相似作业 前者有的 由作为十二之中的 无明而生行等 既为相似的作业 后者 不相似的作业 也有的 既由无明 能复葬 渐进的实 之实相 由行能种植 下似后有的种植 由四能以至后有 由明色能骗直后有之身 由六处能圆满后有之身 由俗能绝断进之变化 由受能净受 由受能净受用 或业之一手 由爱能与后有中 肤色取运 由取能加行肃成后有之运 由有能现前或能生后有之运 由生于老死二之 能令心绪俱齿的 或者求容 痛苦等 以便中斌论说 以腹脏直固 隐固騙直固 能满绝断三 尽受用摄取 加行献前固 苦固脑事件 好 那这是他的一段 我们一页去解释是说什么的 那我们可以来讲的话呢 这个我用比较白话来讲的话 那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说 第二 我们说有个别个别的作用 还是个别个别的作用来讲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说什么是 这边又可以分为两个的刻块 这个两个刻块是什么呢 就是它有相同的作用 就十二元几当中呢 这个前前肢对后后肢来讲的话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作用 跟每一个每一枝有它的 每一枝每一枝有它的 每一枝每一枝有它的 不共的或者 完成跟别一枝不相同的作用 这样子 所以有第一枝的话 就是说 它们每一枝对后肢来讲 有一个共同 或者一个相同的作用 是什么 跟每一枝每一枝有它的 一个不相同 不共的 或者我们共跟不共也可以 这样子 就是相同不相同的作用 来去分成这样子 那第一呢 我们再说 在所有的相同的作用 是什么呢 是什么 就是说 十二元几里面的 所有的前前肢 是后后肢的能生 它有作为它的圆 或者它有作为它的因 是特由前肩者而生出后后者的缘故 是在十二元几当中 所有每一枝都是相同的 这没有例外的 所以它这边就想说 因为它这边 我觉得它翻了一个比较奇怪 它没有把照文翻出的意思 比较翻得很奇怪的话 也就是说 那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的意思 这一段话 我不去改它的翻译好了 然后我说 就是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就像我们做一个批语来说的话 就是 十二元几当中的 无名 是能生出 行业般的话 这样子呢 以这个作为的批语来讲的话 那你后面所有的十二元几里面 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 第一枝的十二元几的无名 能生起 行业一样呢 那这个在所有的十二元几的每一枝当中呢 都是做所谓的相同的作用 就是前前之之能生后 或是什么 同样也是什么 比如说第二巡业 能生出第三世 第三世 能生出第四的名色 等等等等 这样下去的话 这个概概来讲的话 在十二元几当中 这都是所谓的共同嘛 因为每一个的前前之 都可以生出 每一个的厚厚之能 好 那这第二枝呢 就是第二科派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 不相同的作用嘛 或者它每一个 每一个十二元几当中 它每一个特殊的 又不共的 与它的不一样的一种作用 是什么呢 那 那我就 我就不再念了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 算 我传播一遍过 那我就用我自己的文字 跟大家来讲 是说什么呢 那无名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是把说 它障碍者 它障碍者呢 我们去看到 镜上的 如何 如何而安安住的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 无名 是障碍着我们 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是障碍着我们 去把 看到 这个镜上的 真实存在的方法嘛 就是不管说 我们这个镜上 真的是 无常 但是我又很稳 我有一个无名去真实住它 我只是把它 直为说它是一种 长的 或者像这边来讲 特别是在讲 我们 因为我们十二元起当中的 这个无名 我们可以分为大海 既成的无名前 在分类的时候 不一定要只要想到说 是 嗯 十二元起 那个初无名而已喔 所以无名 一般的烦恼的无名 可以分为什么无名 可以分为真实义的无名 跟夜谷无名吗 不管说是真实义的无名也好 或者是夜谷无名也好 它总之 它的作用是什么 是 呃 这个无名 障碍着我们 去见到了 镜上的真实的状况 就是 这镜上到底是怎么样 比如说 哦 如圣法师是否是 呃 坐着也好 站着也好 如果有一个无名 在障碍着我们的话呢 我们是看不到 看不到这个东西吗 就是我们以前 我记得我们在 也跟大家讲过 那个 呃 故事不是我们说的 呃 呃 呃 就是 呃 摄地佛 虽然他是以智慧第一 可是他还是有一个最细微的这种所谓的非烦恼的无名吗 他看不到那个最后老居士能在佛弦出家得到成阿罗汉的这种善根 他看不到吗 这个看不到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有什么障碍呢 就是有一个非烦恼的无名去障碍着神力佛 他看不到说 哦 这个 呃 这个老居士他是有 有这个因缘 或他是有这种的 呃 善根 可以在佛 佛弦出家 而去呃 成就阿罗汉的果位 所以 无名的作用 他的不够作用是什么 他是障碍看到真实意 看到真实状况的 应该标是真实意 因为真实意 大家有可能会想到说 就是空性的那种 可是我说这边是呃 呃 这个无名是障碍着我们 他的作用是什么 他障碍着我们 看到真实的状况 实际的状况呢 他障碍着我们 障碍着我们 这就是无名的作用 呃 呃 第二呢 行业的作用是什么呢 行业是什么 他去呃 呃 种下 生在 后世的种子 他已经把 要生在后世的 这个种子的那种 去呃 种下呢 他已经种下来 要生在后世的这个种子 是他 因为他还会种下来 因为有这个业 产生的时候呢 这个不是我们 因为他还没有圆满 他还没有 还没有成熟嘛 他还没有 还没有爱曲的滋润的缘故呢 他就已经把这个种子 种下去了 就好像说 哦我已经 呃 这个种 我已经收 收收好了 就像我们在种前的一样 那呃 我先把 比如说明年我要去种 稻米 或者明年要种玉米 我先把这个种子 收收好了 可是我还没有在 这个田囊 种下去嘛 因为我 他还没有滋润它嘛 可是我以这个种子 已经收 收下去了 已经收射了 就是不管是福叶也好 非福叶也好 或者不动叶也好 那种种已经就种了 种了 而 一三呢 是什么 是什么 它是 引导着 或者牵着我们往后 走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 以这个派别来讲的话呢 主要 去 得到后事 或者要往后 走是谁呢 不是我们这个人嘛 不是我这个 这个 比如说 如圣来讲的话 不是这个 比丘如圣是 往后事走 真的是往后事 因为这个身体 坏掉的时候呢 这个比丘如圣 也跟着 跟着就消失了 这个比丘如圣 这个东西就是消失 可是 我有一个东西 会往后事去走 这个往后是牵引 带你往后 是什么 是我这个心事嘛 我这个心事 我这个心事呢 它是从 从现在这个东西 往后事去走 而 明色来讲的话呢 明色这个是说什么呢 是说 这开始是什么呢 它是 直取了 或者 已经开始 开始 就是奠定这个基础 或者 使这个明色的这种东西 开始成熟 产生的那样子 就在生有这个地方 它开始有了 而 六处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这种 六根 全部都发达了 就是 纵使比如说 有些六根 是坏的 比如说六根里面其中的 某些根是坏掉 总之它的 这个已经成型的 已经 茁壮了出来的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叫做 六处的时候 而 到 处的时候是什么呢 就是 有能力去检测 检测这个境 而去分析 检测 而在 对 法师前面一段 对 所谓的 瘦的时候是什么 法师前面讲到 处的那一段 声音 断掉 好 所以呢 处呢 这边所谓处的话 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有能力 去做检测 去分析 去开始说 去检测这个境 哦 检测它的变化 去观察 去做一些分析 他还没有能力去说 哦 去感受说 哦 这个是苦乐的问题 或者这种 这些有关苦乐的知识 而到受是什么呢 受是什么呢 是 他说 他去受用 或者去受用 这个由 业跟烦恼所产生的这种 一手嘛 他去受用这些的 而 爱 爱是什么呢 爱是说什么 他是说 再一次 再一次 使我们 可以 呃 或者再一次 推使我们往后市去走的 就是我们先 由 一开始要 往后市走的是什么 是爱的知润嘛 先开始有一个 贪心有一个爱的知润 所以是由他 开始 起步 又反正重新 又让我们要让 我们再 轮回再流转一次的 这个过程的一开始是什么 又是这个爱 又开始这个东西的 而这个 曲是什么呢 就是 爱 有可能 爱跟曲 中间 爱只是刚开始而已 但是这个曲是什么 它已经变得 强而有力 非常强烈的时候呢 它使我们 快速的 快速的 要往后市去走的 这样子 而 所谓的 这个 有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是什么 真的是 是由它 而去承办 由它而去推使 我们这个 后市的 运气会产生吗 因为我们这个 念跟烦恼来 对我就是说 我们这个武运 特别比如说像我们这种 生运运来讲的话呢 虽然它的 禁取因 有可能是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社运来讲的话 我们它禁取因是 父亲的 呃 的 金跟 母亲的血 等于这个 混而来讲的时候 才会有这个东西 成为这个身体的 这个禁取因呢 它一定要有一个 有一个 呃 这个有业的 推使 它才会产生吗 因为呃 我前阵子 我还记得我们 我们听到一个尊者的 他开释 他以前说他有问过 呃 科学家 他说 呃 我们看到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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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常常在说 用经文就是说 呃 精血精血混而来 那我用比较科学的 的 的言之就是 我们呃 精温卵的结合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看科学的时候 就是 附近来跟 呃 母卵结合的时候 是 几万只的那个 金在讲的时候 有时候 呃 我记得我先的怀疑 我那时候还想说 呃 呃 那个几万只的金是 这个就像我们在 经书里面所说的 说 呃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就是有 有一页人 他有这么多的众生 想要 想要说 呃 去 洁生 可是就 只能有一个众生 进去那个 那个软当中吗 那样的 别的话 只要一个进入之后 别的都带进入去了 那样子 呃 尊者去问科学家的问题 是说什么 他说 仲此是 腹精跟 母卵有结合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就一定会有产生 就一定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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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世或者就一定是 会有那种 呃 呃 呃 那时候科学家说 说 这是不一定的 没有百分之百说 只要 呃 金 跟 卵的结合 就一定会有 呃 会有 婴儿产生 或者会有 婴儿就是肉的产生 这是不一定的 所以 这代表说什么 哦 这就代表说 可以说 他还有一个第三个元吗 不是代表说 完全是在设法上面 如果完全就是在设法上面 只要有 金跟卵的结合 就一定会有一个 呃 只有金跟卵的结合 才 就就可以生出 生出 后生的话 或者就有婴儿的话呢 那 只要金跟卵的结合 那一定应该是 百分之百的生嘛 可是 这不是百分之百 就是 纵使是金跟卵的 结合的当中呢 还是有很多时候是 没有婴儿产生的 所以这代表说 这代表 我们不管说 它是 我们取它名为业也好 不叫它为业也好呢 总之是 这个设法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第三元存在 好 所以这个是在讲说 我们所说的 我为什么他讲的时候 这个是 因为说 我们讲到说 这是有嘛 有 为什么它是 推迟 或者去承办 我们后世的异迭的产生 就像我们后世的这种色运上面 都一定要有业的推迟的话 更何况是我们的受想形式 就是在受音上 我刚刚都已经举这个例子 就是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来讲 而 而 生 跟 老死 这两支呢 这两支是什么呢 就是说 哦 他们使 我们 自己有 具有这个老死的这个人呢 他可以不断的痛苦 而这个不断的 这个生的老死来讲的话呢 不代表说 这个这边所谓的苦 不代表说 是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 坏苦 它是 主要这边来讲 是所谓的辛苦 就是 只要 我们是在由 爱取有这三者的滋润 液跟烦恼的滋润而结生之后呢 凡是有这个爱 跟老死的过程来讲的话呢 一定是在苦当中 一定是在三苦当中的其中一分 不管是 不管是 所谓说什么是 苦苦也好 或者是 坏苦也好 或者是 辛苦也好 这边主要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听到苦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有可能会想到 就是所谓的痛苦 或者所谓苦苦这样子 看 这边翻的也是有一点翻错 那样子 就是 另心去去齿的 普特邪罗 痛苦等 这边不是 不是痛苦 而是说 另 此 普特邪罗 苦等这样子 这个苦呢 不一定要是痛苦 这个苦是 有符合到所谓的 就是 三苦皆都有 看 因为这个痛苦来讲 它就只以为是苦苦的 看这边 这个翻词 它有可能解读的 就只有到苦苦而已 但这边不是在讲苦苦 这边主要是在讲说 第三者 你凡是有苦苦的 你凡是有业跟烦恼的产生 你变成 我们变成是受着业跟烦恼的控制 来讲的话呢 这就是所谓的苦的开始了 就是所谓的苦的开始了 就是所谓的辛苦的开始了 看这边来讲的话 它前半的 它的依据是什么呢 但是 米勒菩萨的编中编论里面来讲的话 它说 你负账 这负账就应该指什么 就是 第二 第一出零的作用 和 值 因为 这个顾的话 不是马上 我们要看到后面的原因 就是 以负账为原因 这个是什么字 以短处无名 值为原因 值故 这在指第二的十页 后面来讲说呢 它说 引故 引故 这在指第三四 和 骗值故 就是完全的值取这个sentiment 这个是明色 能满 能满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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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断三 我觉得 嗯 这个它翻得有一点奇怪的样子 这个就是说 呃 呃 这个意思是说什么的话呢 呃 去呃 去 呃 去检 分析这个检则的缘故呢 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 这边所谓这个三字 就是我们敬跟赐嘛 这三者的 由这三者而去做检子嘛 所以这个 这边来 在讲的是在讲谁 这我们这讲说 处嘛 敬受用呢 是由 一夜跟烦恼的 这个一手而去受用的 所以就是 受 它这个后面来讲的话 我们再看 就是说 呃 摄取的缘故呢 摄取之神 是爱嘛 加行就快速 刚开始 刚开始又重新 要让我们再 再往再重新的去 去后世的 所以叫摄取 加速的 快速的呢 是加行 所以这边来加行的话 就是在讲说 取 而 现行的话是 主要去成立 承办 我们后世的这个运机呢 是有的业 这是有业的 就是现行故 苦故 苦故 这边是在讲什么 就是 我们生 跟老死嘛 所以每一个人应该说 呃 这个故故故故 全面都有个故的 这个时候呢 就代表这每一个原因 它所谓的说 脑死 呃 应该说 呃 应该我们在中文的话 应该这边 不是说 呃 这个应该是一个 这张文应该也是一个动词 就是 这应该我们应该说 应该是不是脑 应该说是 脑是解脑的样子 就是 使这些的众生苦恼 就是 由 呃 呃 呃 由 这每一个每一个的这个缘故 这以上的十二字的缘故呢 而 使 使 众生 就是 不安宁 烦恼 他使这些众生烦恼 他这边使这些众生的烦恼 这个意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要再回想到说 去聊刺激广论里面 不是讲到 烦恼的定义吗 就是 烦恼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 既 呃 既他在心绪当中生起 这些我们中世上的这边也有讲到吗 就是 呃 我没有 呃 呃 我只会背藏文的 可是我 我不会背这个中文 可是我说 我把这个意思讲 大家应该就彼此得懂 所以 中世道去 甚至烦恼的地方 他讲说 凡是在我们的心绪生起呢 使 心 不得安宁 不得寂静这者呢 我们叫为烦恼吗 所以同样 他说 因为 这每一个每一个十二元体的 这个每一支的这个缘故 它的不够的作用的缘故呢 而使 众生 烦恼 而 而使这些众生 嗯 使众生烦恼的缘故呢 哦 所以呢 所以我们说 是因为这些 一一一一一一的这个 啊 这十二支作为原因 使了 众生 在流转在生死当中的众生去烦恼 好 好 所以他在电中间去引用这句话 好 下面我们就准备到第五项 就是说 集市圆满 就是第五项的观察集市圆满 哦 和 因为我们最近有 呃 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 我还没回到下课前面 这样子 和 有些人有些问题 或者什么的话 但我说有些人有时候会 呃 呃 或者叫我 说呃 帮大家回向的话呢 那是我们是 很乐意 就是我每天如果有做自己的功课啊 或者我们教书啊 或者做什么的话呢 这是我非常非常乐意去做的事情 看 呃 这这也我们不用说任何的钱 也不用 呃 大家也不用说什么 呃 说要什么样特别的才 有什么特别条件 或什么 还是要求我们 去帮大家回向 呃 或者什么都没关系 看如果大家需要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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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的寺院啊 生团啊 或者我来帮大家回向 或者我们做客送的时候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两个的这种群组里面发起 不管是说是 呃 王者也好 或者业障兵章也好 大家可以表明来发的话 看我一定会看 看我会写在我自己的一个本子 看我会做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好这件本子 那就请个向下课了 呃 呃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辅愿罪障七消除 世事长行菩萨道 是 是